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最近我发现一部韩国奇幻悬疑剧 堪称重生版的《轮到你》了 剧中既有神秘离奇的谋杀案 又有时空穿梭和互联效应 而且反转一个接一个,节奏非常快 便当也发得特别快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 由日本推理小说改编的韩剧 《365逆转命运》的一年 我们的男主是一个刑警 他有一群特别可爱的同事 还有一个一起出生入死的搭档 男主和搭档联手破获了很多案子 抓了不少穷雄极恶的犯人 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结果在一个月黑分高的晚上 之前被男主抓进去的犯人 刚好刑满释放了 这个犯人出去后知道自己得了绝症 就开始报复当前的警方 他先是杀了检察官 又开枪打瘸了男主 完事犯人还不过瘾 他想让男主一直活在绝望里 所以他就杀掉了男主最真实的搭档 还把搭档扔进了男主家的浴室里 男主回家看到惨死的搭档 当时就崩溃了 而这个时候开局刚刚十分钟 男主的人生就废掉了 男主废掉之后 我们的女主就上场了 这个女主也特别的惨 他本来是一个知名悬疑漫画家 人美心善粉丝多 不住谁也不脱根 但是因为一场车祸 他的腿坏掉了 从此他不得不一直坐在轮椅上生活 自从女主残疾 他就变得敏感一怒 他不仅骂跑了自己的未婚夫 还骂跑了一直照顾他的闺蜜 女主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完蛋 就在男主和女主都丧到不行的时候 男主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那边说 我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若想回到过去 速来 打电话的人还给他验证了一下 自己的神秘力量 男主的人生虽然是废掉了 可他好歹是个刑警 所以他对于这种神棍行为将信将疑 但他又觉得以自己现代这个状态 左右不会更糟 而且人家骗他屠仨呢 所以他就决定去见一见 电话里的那个预言家 按照地址 男主来到了一个精神治疗工作室 原来给他打电话的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收到穿越邀请的一共有11个人 女主也是其中之一 等人到齐了 医生就给他们简单讲解了一下 穿越的原理 医生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时空缝隙 所以才能够找到穿越的方法 他把这种回到过去 重复人生的行为叫做重制 重制并不是真的时空传送 而是通过特殊手段 把现代的记忆也送回到过去 自己的身体里 以他目前的能力来看 他只能帮助这些人 完成一年的重制 医生说完 在场的11个人都很迷惑 你都穿越了 还不来个返老还童什么的 只能穿越一年 那有什么用啊 结果医生当场给大家 背诵了一下 当期彩票的中奖数字 竟然都中了 这回大家来了兴致 纷纷想要回到一年之前 这个时候有人问医生 想要回到过去的人有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选了我们11个呢 医生就说了 这不就是缘分吗 我只是随机打了电话 谁知道你们都来了呢 医生告诉大家 重制全屏自愿 要想回到过去的人 我们一周后见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除了一位孕妇觉得 自己孩子不能跟自己去穿越 就没来 其他的十个人都想要回到过去 这十个人 分别是悲惨的男主 残疾的女主 恋爱脑复读生 想开咖啡店的老爷爷 沉迷游戏的游戏男 有钱客的混混 金融公司的职员 想回去买彩票的保安 沉默寡言的黑糖汁 以及一个平平无奇的快递员 十个人在医生的带领下 集体陷入了昏迷 穿越回了一年之前 当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晕倒在地 而且正在跟歹徒搏斗 他看着熟悉的同事 和熟悉的案子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真的回到了过去 男主回到警局 看到惨死的前辈 又活了过来 他立刻给了前辈 一个gay里gay气的真挚拥抱 女主醒来的时候 也发现自己晕倒在地 他回到了车祸之前 终于恢复了健全 女主开心的原地大跳 穿越回忆一年前的十个人 纷纷逆转了自己的未来 他们买彩票的买彩票 买股票的买股票 准备考试的 想开咖啡店的 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总之 大家都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看来就算是 只能往前穿越一年 这一年也能够改变不少事 男主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破案如有神助 而且他早早的 就把之前那个 得了绝症的犯人 再次抓了起来 这回检察官和搭档 都安全地活了下来 而女主也恢复了 残疾之前的开朗 她和闺蜜以及未婚夫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好景不长 女主还没来得及 多开心几天 她就偶然间 撞破了闺蜜和未婚夫偷情 她顿时觉得 天都要塌下来了 然而她还不是最惨的 医生告诉大家 很不幸 那个平平无期的快递员 已经死了 因为当时大家穿越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个短暂的昏迷 而快递员昏迷的时候 她正在开车 所以她抢先便当了 医生非常自责 她说自己本来想让大家 过上更好的人生 但是没想到 竟然造成的人缘伤亡 以后你们谁有什么事 都可以来找我 我一定尽量保证你们的安全 重制者们聊了聊 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普通事故 谁让快递员倒霉呢 他们只要好好享受 多出来的一年就行 不用想太多 只有熟悉生存游戏的游戏男 不这么认为 他问大家 你们为什么都觉得 重制就能够发生好事呢 难道快递员的死 真的是偶然吗 这个世界没有偶然 只有必然 游戏男觉得 快递员的死 可能只是一个预告 他们现在被邀请到了 一个类似于 大逃杀的游戏里了 以后肯定还会出现 第二个受害者 可游戏男也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大家只是 被他的话吓了一跳 也没谁当真 然而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诡异的事情 真的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快递员死后没多久 女主虽然跟闺蜜绝交了 但她还是放不下 两个人多年的友谊 就帮闺蜜找到了新工作 闺蜜给她打电话道谢 说要去跟她当面谈谈 女主那股傲娇的劲就上来了 她在电话里放狠话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女主当时就懵了 她心里生起了一种熟悉 又不祥的预感 因为今天 正是她一年前出车祸的那一天 女主赶紧跑过去找闺蜜 结果就在她找到闺蜜的时候 她发现闺蜜倒在了 去年自己遭遇车祸的位置上 遇到了跟一年前 一模一样的肇事逃逸 然而跟女主不同的是 闺蜜已经死了 女主接受不了这件事 闺蜜死的也太蹊跷了 她觉得是不是闺蜜 替她承受了重置的代价 女主就去找医生 说自己不想重置了 想要回到过去 但医生让她冷静一点 医生说她重置了这么多次 根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闺蜜的死 说不定是重置引起的蝴蝶效应 然后医生又说 既然闺蜜跟你在同一时间 同一点出了车祸 那么赵志涛逸的司机 会不会也是同一个呢 医生就给女主催眠 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没想到这么玄学的办法 还真的帮女主想起了 她不愿意回忆的过去 原来当时的赵氏司机 其实就是那个沉默寡言的黑汤植 而黑汤植这回也跟他们一起进行了重置 于是女主就去黑汤植的家里找她 然而这时黑汤植和她的未婚夫 都已经搬走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面 只剩下了一个看起来 奇怪又精美的花篮 黑汤植跑了 女主就拜托身为刑警的男主 一起去找黑汤植 他两阵找着呢 没想到死亡事件又发生了 之前一直想买彩票的保安也死了 死于心肌梗塞 这回大家对于游戏男的话 有点相信了 毕竟十个人里死了两个 五分之一的概率 这就有点大了 大家都开始担心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女主去保安的家里为问清楚 顺便想要调查一下保安的死 究竟真的又是偶然事件 还是重置计划的必然走向 结果在保安的家里 女主再次发现了 之前在黑汤植下看到的那个神秘的花篮 保安死后 黑汤植可能是害怕了 她就主动约女主出来见面 黑汤植告诉女主 她就是为了不肇事撞到女主 才选择的重置 但是没想到 她这次倒是没肇事 她喝多了坐在副驾上 结果她的未婚夫 不小心把女主的闺蜜给撞死了 女主暴怒 反正你俩不撞死个人就难受呗 去自首有那么难吗 黑汤植没有理会女主的暴怒 她反而警告女主小心医生 黑汤植说医生其实不是什么好人 随机邀请大家时空穿梭 这种鬼话你们都能信吗 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我是医生特地找过来的 你觉得医生真的不知道 当年是我把你的腿撞坏了吗 黑汤植的话 信息量有点大 女主听完陷入了迷惑 但她也没有迷惑太久 因为第二天黑肠植也死了 死于失足跌落公园楼梯 听上去就很奇怪 现在十个人里面有三个都死掉了 剩下来的七个人就特别的惊恐 他们觉得重制的谜团 和吉尔联三的死亡事件一定有联系 但是他们又弄不明白 到底有什么联系 这时重制回来炒股包袱的金融职员 有点怕了 他想要出国避一避 顺便回归家庭 跟自己定居国外的老婆孩子好好生活 临走前 他还请其他重制者吃了顿好的 吃饱了 他好上路 别人没多想 都给他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只有男主和女主隐隐的有些担忧 女主放心不下 过两天他去职员家拜访 结果在门口 他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花篮 女主赶紧通知男主 职员可能有危险 然而男主已经知道了 他正在办的案子就是职员的 职员烧炭自杀 还给老婆发了一言短信 要不是他想事先知道职员是重制者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杀案 目前四个重制者的死亡里都没有凶手 他们的死因分别是车祸 心肌梗塞 失足 自杀 剩下的六个重制者都觉得非常的诡异 如果真的没有凶手 那么为什么重制者们会不停的死掉呢 难道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 在惩罚他们穿越时空 逆转命运的行为吗 那么花篮又是谁送的呢 幸存重制者之间彼此交换了一下信息 但是大家除了更害怕了 什么也没有想出来 而一山早就联系不上了 就在大家瑟瑟发抖的时候 一山终于再次上线 他把信存的重制者们聚到了一起 安抚大家的情绪 本来所有人都以为一山回来了 这回起码能安全点了吧 可是你根本想不到 这回的死亡预告花篮 直接当着一山和重制者们的面 被送进了会议室 而且花篮里的卡片上写着 接下来就是你 以上呢就是这个剧1到8集的内容 我们来梳理一下他的案情 目前来看呢 重制者有10个 男主女主快递员 黑肠职 保安职员混混 咖啡店老爷爷 复读生游戏男 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了 剩下来的6个幸存者和一山 一起收到了一个死亡花篮 然而花篮卡片上的话 并不知道指的是谁 带领他们穿越了一山 世上还全是小秘密 这个剧吧 一共24集 一集30分钟 时间短 节奏快 目前播了一大半 暂时还没有烂尾的迹象 虽然现在韩剧高开递走 最后烂尾几乎已经要成为标配了 不过这部剧不仅有原著小说的支撑 还有一个原版日剧 repeat改变命运的10个月可以参考 所以我估计它的结尾应该能远回来 如果你们想继续往下看 那么我会以连载的形式 接下来讲一讲这些重启者和院长真正的身份 我们下期见